第15题1到15题都很简单甚至没有什么意义第15题也是莫尔的基本定义基本公式 那么第15题说硫酸的分子是为H2SO4 196克的硫酸中有几莫尔的硫酸分子 那我们晓得我们计算莫尔的基本公式就是 质量以功课为单位去除以我们的原质量或者是分质量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硫酸的分质量 那么硫酸分子量应该已经会贝了不过我们就再算一算 分子量就是把原质量加在一起 那么一个氢是1现在我们有两个氢 现在一个硫是32 那么我们总共有4个氧每个氧是16 所以呢我们就把他的原质量加起来 就是我们的分子量 2加上32加上64也就是34加上64也就是98 所以我们的硫酸的分子量是98 那么我们质量是196公克分子量是98 所以除出来等于2 所以我们这里有两莫尔的硫酸分子 因此第15题问我们说 196克的硫酸中有几莫尔的硫酸分子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两莫尔 196克的硫酸分子 您可以到了